他是相撲史上第一位登上横杆的外国人 2米身高和500斤体重 让他如同竞技的巨人一般 在相撲图表上大开杀戒 即使在人均185的历史中 他依然是遮天蔽日的存在 单纯使用蛮力就能轻松 把无数历史推出3米开外 在他面前 所有的技巧都只是自我欺骗的挣扎 这也是巨路格斗 今天要讲的就是第一位 打破日本相撲百年格局的64代横杆 属泰狼 生涯战绩654胜232败 11次参守冠军 作为历史上第一位登上横杆等级的外国人 属泰狼可以说从出道第一天起 就是如同入侵者一般的气势 完爆所有历史 秒杀重量的2米身高 500斤体重 加上超长的臂长 让他根本不需要跟任何人拼技巧 只需要在对撞开始一刻疯狂推展就能称霸图表 最能证明属泰狼当时有多无敌的 就是在他进入木内第二年 还只是前头等级他 竟然一连打败三位横杆拿下四次金星 并且让这三位横杆在当年同时退役 而在属泰狼获得金星当年 还有一场最引人注目的对决 就是与体重接近600斤的下位盈利师小景的对决 这也是相扑史上首次两位利师都是外国人的对决 对撞开始后 属泰狼直升机翼一般的推展就疯狂进攻小景咽喉 这一波敲到里喉咙痛的进攻让小景完全不知道如何反击 而发现小景已经被拍到灵魂出效后 属泰狼就一鼓作气把小景推出圈外 这一场一千多金的对决也让属泰狼取代小景 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外国利师 而属泰狼也不负众望 这接下来两年 凶猛的如同竞技巨人一般用强力推展 把每一个利师推出图表 而每一个利师都是像抛物线一般 凌空飞出三米开外 这样的实力也让他的等级翼飞冲天指指横杆 而提到属泰狼绝对不能忽略贵来花 两人从出道开始相爱相杀互有胜负 一个是代表着绝对力量 另一个则是技巧与天赋并存 而属泰狼生涯与贵来花最巅峰的一场对决 则是两人都已经登上横杆后的最终决赛 谁拿下这场对决谁就是冠军 而这样一场定胜负的情况 已经在他们两人之间重复过无数次 双方对撞鼠泰狼马上掐红推奖把桂兰花推到边缘 然后马上抓住都带继续突进 尽管桂兰花在拼命打破对方重心 但已经无力回天 鼠泰狼一招肥肉镇压把桂兰花压出土表 尽管鼠泰狼漂亮的拿下胜利 但这场对决后 鼠泰狼的实力开始走下坡路 这种过分依靠身体优势以及单一的进攻手段 被越来越多力士找到弱点 甚至对战只有一米七的五只海都能被强力扳倒 加上体重过大 也让鼠泰狼再接上来几年越来越多休战次数 而最能说明他生涯末期状态下滑的 就是与当时还是大关级别的外国力士 五丈王对决 对决开始后 鼠泰狼吃力的想靠身体把对方推出圈外 但看得出不管有多拼尽全力 都不能让五丈王移动半分 甚至还会被直接举起 而鼠泰狼这场失败也把五丈王送上横钢的位置 在两年后31岁鼠泰狼终于宣布退役 告别13年的相扑生涯 本来这应该是鼠泰狼最好的结局吧 但之后他却拿着横钢头衔转战各大格斗擂台 沦为人人都能欺负的沙包 甚至导致横钢这个称号沦为无数人口中的笑话 这也是剧录格斗 格斗给三点娘优雅 拜